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72年7月 年轻队员们的一项考古发现 让一个尘封在历史深处的国家 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西夏 这个繁荣发展了一百九十万个国家 曾经碎尿经的国先后名利 却在短短的时间内涂昏花节 几乎寻不到一片作际 近千年后 赫兰山东路的古遗址被确认为西夏国的墓葬群 这个神秘之国的大门也即将被缓缓打开 宋史下国传中 对于西夏的记载十分简略概括 关于西夏地灵的文字更是凤毛麟角 西夏一共十位帝王 加上追风的两位先祖 共十二位 史书中并未提及最后三位皇帝的领号 很可能由于此外的缘故 最后三位皇帝没有修建灵器 只有九位帝王在赫兰山东路建造了陵墓 除了大体的位置 地灵的领号之外 研究人员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线索 赫兰山东路的几百座陵群中 哪九座属于西夏的帝王呢 考古队员们要如何在数量庞大的陵墓中 找到帝王陵呢 最初队员们想通过陵墓的规模 区分地灵与陪葬墓 一国之君的陵墓 理应比陪葬墓占地面积更广阔 气势更雄伟 奇怪的是 在几百座木层中规模较大的有十几座 远远超过宋史中记载的数量 是史料的记载出现错误 还是在其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西夏帝王陵墓呢 队员们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可靠依据的切入点 贺成真进入大家的视野 贺成真是西夏历史上著名的建筑师 他将为西夏陵的考古提供极为重要的线索 根据给你